大家好,我是舒曼,歡迎收看三分鐘視頻 今天點題是神奇阻力 講講港股,今天港股回軟 早段跌幅收窄到百多點,下半場跌幅再次擴大 下半場跌300點左右,最後跌幅收窄 全日跌282點,收23,970點,24,000點 成交945億比昨天少 今天的市回軟和昨天升得多,今天回軟 有關特別的重磅股,包括這 近來比較強勢的中移動,今天回軟 跌得比大少多,2.7% 加上有邦也是回軟,跌幅沒有中移動那麼多 但是拖累的市比較大重磅,跌0.7% 成為市今天跌接近300點的重要原因 講講整個市形勢,昨天節目提到 美國方面大聲和特朗普對疫情樂觀有關 今天所謂成也燒火,敗也燒火,今天的市 回軟相信也要和疫情有關 因為昨天特朗普對疫情有比較樂觀有幾個原因 其中一個就是歐洲的情況好了 包括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數字,無論是新確診 以至死亡人數都在過去兩三天曾經一度回軟 加上美國方面紐約州的數字都好了 無論是新確診以至死亡數字 都的增幅都比之前減少了 令到特朗普突然間 早幾天還很悲觀,突然有樂觀起地 看到隧道進頭的強烈光 加起來重新考慮是否要恢復經濟正常運作 上星期還說到仇文慘暮 但突然說要恢復正常運作 一時間金融市場受到它的說法刺激 美股大幅上升 只不過昨天回來不是這樣的狀況 首先昨天紐約的情況,紐約州的數字 雖然新確診人數維持之前增長沒有再厲害的數字 但死亡人數突然又飆升上去 又衝破之前兩天回亂的勢頭 突破上去 令到大家對紐約的情況有些憂慮 加上今天最新的數字是西班牙 西班牙就更加慘了 無論死亡人數以至新確診人數 都是扭轉了之前幾天的跌勢 例如新確診接近6200人 死亡750多個 都是創了近幾天的高位 顯示西班牙疫情早幾天 大家最憧憬是受控 意大利好像受控 好像去到頂峰 以至高位整固的情況 甚至慢慢又回落趨勢 但今天看完數字之後 對這個評估可能又要重新再想過 起碼西班牙情況並未像大家想像中 出現見頂跡象 而是仍然又升上去的情況 這個疫情就反覆 令到股市也有個反覆狀況 昨晚道指和標普500指數非常明顯 早段曾經大幅高開 但沒多久就慢慢回軟 最後收入12,653點 比昨天高位差很遠 昨天高位是23,600點左右 換言之 由高位換了1,000點下來 反映了疫情的情況令大家憂慮 又重新對樂觀情緒降溫 除了疫情的情況之外 從另一個角度的理解 就是無論是美股也好 港股也好 以至香港的重港股也好 都是升到一個重要的阻力位 或者是神奇數字的阻力位 這是點題的四字 神奇阻力就是這個意思 神奇數字的阻力位 因而出現回軟 在技術上也是相當合理的 先講講道指 道指看到是50,000線 其實還未升近50,000線 還有一段距離 但是道指很升近一個重要的位置 就是整個跌浪 就是29,600點左右 準確一點是29,568點 跌到18,213點 就是大概18,200 整個跌浪的反彈是0.5倍 即是跌一半 跌一半跌多少呢 跌到23,891點 大概是23,900 大概是2.390 昨天高位去到23,617點 就回軟浮下來 出現了大陰陽足圖 一個淡油反攻的狀況 還未知非常接近0.5倍的反彈幅度 就開始看到淡油出來反攻 指數就回軟 所以神奇的阻力就是23,900 大家要留意著 標普500指數也是 標普500指數 昨天收了26,659點 高位也是在逼近整個跌浪的0.5倍反彈目標 只要彈一半 就是2792 2792點 昨天高位2756點 差幾十點而已 1-2%之間 就回軟了 又是出現了陰燭 亦是出現淡油反攻的狀況 顯示淡油 亦都不少淡油 就是在這個0.5倍 或者反彈一半 這個關口 就出來追擊好友 令到昨天標普500指數 亦都是高位大幅度 大幅度 道指更加厲害 大幅度 大幅度 這就是神奇阻力 此同時 你見到恆生指數 國企指數 都有類似的狀況 恆生指數 沒有這麼帥 因為比較弱勢 弱勢 因為有匯豐 一直持續偏遠 令到恆生指數弱勢 弱勢 並未彈到一整個跌浪 就是29,000 100點左右的跌浪 跌下來 0.5倍並未去到這麼高 而是彈到接近多少 0.320倍 0.320倍 都是神奇數字 都可以叫做神奇阻力 0.320倍 在哪裏 就是24,208點 其實已經穿過了 昨天高位 去過24,262點 穿過少少 但是不能夠 連續兩天站在那裏 大家要留意這個位置 至於國企指數 國企指數 比較英俊 現在彈一彈 接近0.5倍的反彈 0.5倍的反彈 就是9,896 昨天也無巧不成 昨天高位 就是9,853 都是差幾十點 今天就馬上要回軟 出現音速 也不少 100多點的音速 走勢就一般 亦顯示這個0.5倍 是一個重要的作役 大家都要保持 就是9,896 大概是9,900 其實看上去 其實呢 中國移動 今天講的兩隻 比較多 拖事比較多 就是中國移動 以至是友邦 他都是去到一個重要的阻力位置前 會員 大家都是留意著 中移動 重要的阻力位 什麼呢 就是下降軌 很近 逼近 即是馬上回軟 陰陽足出現什麼呢 就是穿頭破腳 走勢就差的 而且穿頭破腳 還穿了一百天線 一百天線 本來就穿了上去 現在得而復失 一般的 大家留意著 特別是五十天線 如果都失手了 就有些頭尺 顯示高位的阻力不小 至於看看友邦 最後一隻 友邦都是接近阻力位 就是迫近前浪頂的阻力 72元左右 就迫近 以至也迫近這個 下跌熱口阻力 這個阻力 是70元左右 至75元 75.4元 就是這個下跌熱口 之前一次迫近 這次回軟 今天再迫近 又有些回軟 全天市 這個位置 以至這個平台 這個平台 都是阻力不小 所以大家留意著 友邦就是74元 就是重要阻力位 大家留意著這些阻力位 估計在這個阻力位之前 都是要整固一下 未來的幾天 可能整固一下 接著 有機會再次上衝 再挑戰 但是穿不穿到 就是後市 再反彈的關鍵 好了 講到這時間 都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